上海正在积极推动汽车产业新能源化、智联化、共享化、国际化、品牌化发展 提升全产业联能级、拓展国际市场、促进汽车与5G通信、物联网、智能交通等融合发展 预计到2025年实现万亿级产业规模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 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是 一、制造领域、二、服务领域 产业优势包括 一、新能源汽车产业连上海街 全年新能源汽车推广35.4万辆 保有量达到128.8万辆 排名全球城市第一 上海电动载人汽车2023年度出口值首超千亿元大关 增长43.9% 完成1100辆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任务 2023年度新增5.1万个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 建立公交纯电动力电池健康状态评估和安全预警技术提系 二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突破 七家企业的30辆车获得全国首批无人驾驶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牌照 八家企业65辆车规模化的开展智能出租、智能公交、智能重卡的示范运营活动 双制试点任务通过验收 累计建设227.8公里智慧道路 成绩名列全国第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